Wordpress网站正式上线 那跟你报告一下 我们刚做的事情 第一个 在这里呢 把网站的主题名称打完 对不对 logo也传上去 那在这个地方把图示做完 我们先让它上线 上线在哪里呢 就在设定标签 这里 就点设定标签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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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那这个我们刚改过这个 我们刚不是改过吗 在那里改这里也通 我们的网站名称叫昆虫专卖店 标语就最可爱最美丽的 网址在这里 网址在这里 老师要制定网址 这要给钱的 这本来就是要钱的 网运名称是要购买的 那目前呢 语系是这个 中文的 好 时区用台北的时区 点这就可以上线了 老师现在上线别人不就看到了 没关系啦 你的网站被别人看见没那么容易 全世界有多少亿个网站 OK吗 所以以后如果说正式上线 应该是 把这个东西印在你的名片里面 在你的FB分享 到处去贴什么的 来 那先让它正式上线吧 目前所做设定别人都看不见 要在设定的地方 要点网站正式上线 这样才会正式推出 说哪一个 是不是这个 他说你的网站要不真的做得很棒 你要不要给我钱啊 我帮你用这个名字 我们不用了 用这个就好了 听懂吗 免费继续用 看见吗 略过购买 再选哪一个 免费 有点啰嗦 读取中 恭喜 恭喜 这个 不用了 我用继续这个 一直在打广告的概念 你听懂吗 一直在打广告啦 选楼下这个就好了 好来 等他一下 哦 出来了 那网站正式推出了哦 所以我刚才在那里做的 点了老半天 他一直叫你要购买的意思 其实就是最后 简单的说 其实点完这个 现在已经变成公开状态 你看见了吗 所以 在刚刚的画面过程中 你不要点错哦 就去找免费就对了 那当然付费可以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网址对外是成立的哦 下次你再告诉我的朋友 网址在这里 来 我开一个 点起来 这样就看到我们网站已经上线了 就是我们logo 太大了 没错吧 没关系 等下有空改 那如果我把它加信号 加信号加到书签 昆虫专卖店 那我把书签开起来一下好了 开起来一下 我们刚改的地方看一下 书签是在这里 书签关闭我看不见 加起来在最后面 在家 加起来 我放到这里来好了 你们看这是这个 那瓢虫的图 哦 这是我们刚做的那个图示 那logo是这一个 图示是这一个 那已经正式上线了 所以这个网址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这个网址 谁只要打这个网址 就可以看到 我目前所做的网站 或是说是这样子 一点好 这就是这个网址